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你们好 今天是10月29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介子和教母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路加福音第13章第18-21节 耶稣又说 天主的国像是什么 我要把它比作什么呢 它像是一粒介子 人取来种在自己的园中 它虽生长起来 成了大树 天上的飞鸟都栖息在它的枝头上 它又说 我要把天主的国比作什么呢 它像是教母 女人取来 藏在三斗面中 直到全部发酵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世经小帮手 天国是我们向往之处 它像什么 是一个无忧无虑 太平安详 花木服输 天使环绕的乐园吗 耶稣不是这样形容天国 他把天国比喻为 一粒介子 介菜种子宛如铅笔尖一般细小 风一吹便消失无踪 由一粒介菜子 想见天国 需要多大的信德 我们相信在云云众生中 全能的天主会眷顾这一粒 毫不起眼的芥菜子吗 我们相信在这一微小的种子内 蕴含着足够克服逆境 茁壮成长的能量吗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耐性 等待种子的发芽 长大 一旦植株长成 满载丰收 我们又是否能忘却自己的心情血汗 怀抱感恩 乐于将它与人分享 酵母和芥菜子一样微小 放在面团中 完全看不到原来的模样 但在合宜的条件下 能慢慢发挥作用 让面团发酵膨胀 得以制成餐点 酵母作用的过程不一定成功 温度、糖分、含氧状况 都会影响结果 倘若不小心被杂菌污染 所有的原料都必须舍弃 器具要彻底消毒 才能重新接种发酵 如如我们在寻求天主的国 永生之路上 会遇到不良的环境 人言是非 经济压力 权力地位 媒体声色 情绪困扰 被影响 被牵绊 一不小心 那信仰的教母就受到污染 而失去了功效 此时 别灰心 想想这段经文 天国不是那只有一年生命的芥菜 或是已发酵的面团 而是可以生生不息转化培养的种子 与教母 给自己转向耶稣的勇气 与机会 从圣言中 可以获得去除杂草杂菌的良方 可以重拾信心与希望 天主会用无比的爱心 等待我们长成大树 全部发酵 种下种子 我能触摸到内在的戒子与教母吗 他们的状态如何 最后 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耶稣 请帮助我们修复内在 愿意当人群中的教母 转化他人的生命 让更多人分享到天国的喜讯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完全信任 天主会眷顾 我们内心微小的戒子 我们明天再见